嗨客在今天凌晨2点攻击移民局官方网站 导致当机超过12个小时 根据本台记者观察 互联网搜索引擎谷歌的查询结果 一度长时间显示嗨客的名字 移民局叫后发文告证实 当局已经关闭了网站的公共访问权限 目前正积极展开维修工作 增加安全配置 移民局总监南亚都鲁斯林强调 这一次的网络攻击事件没有造成个人资料外泄 他呼吁民众不要随意揣测 扰乱公共秩序 值得一提的是 互联网站一度将网站首页更换成男人哭泣的画面 并写到只是为了好玩 无论如何官方预计 网站今晚就能够恢复正常运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